是這個字型格式 文字的格式 那你必須要先把你要設定的格式的文字 先把它選起來 那選取的方法 你可以點這個裡面 然後這樣框起來 或者是在邊界 A4只張這個四個角 這個直角 這個叫邊界 所以在直角的上方這裡叫上邊界 下方叫下邊界 左邊左邊界 右邊界 字會在從邊界的地方打字出來 它不會在這個邊界的地方輸入文字 這樣子才能留白 比較漂亮 那你滑鼠可以移到邊界外 按一下就可以選取整列 整行 比如說我要選1 3 5的話 我如果是跳著選的話 你可以配合著這個Ctrl鍵選 配合鍵盤和Ctrl鍵 比如說我選這個 1 3 5 7 9 按著Ctrl鍵選 跳著選 那如果是用Shift的話 我選1喔 然後點Shift 然後點第五個 它就1到5全部選起來 Shift是連續的意思 然後如果輸入1 按著Ctrl選5的話 就是1跟5而已 Shift就是1到5全部 那我把它選起來 選第一個標題 你可以移到邊界外 按一下 呈現白色的箭頭 有沒有 按一下 它就可以整列選起來 選好之後 在上方的常用 所以你標籤這裡按一下 會出現這個功能表 那這個塊叫字型功能表 字型功能 字型功能 那這個是字型 你可以打開來設定它的字型 預設是星系名體 那這裡面有很多字型 是必須要自己安裝上去的 那2010版本 它有一個新的字型叫微軟正黑體 微軟正黑體 微軟正黑體 那這旁邊是字型大小 數字越大 字就越大 那這個是放大縮小 你可以直接點選 它就增加一級 減少一級 這是放大縮小的部分 B是粗體字 字會變粗 那I是邪體 字會斜斜的 那有設定上去 它會呈現這種橘色 橘黃色 比如說我這個斜體字 我不要了 就再點它一下 它就取消斜體 那U是加底線 綠色是單線 那你可以打開旁邊的這個設定 三角形設定 可以設定雙線 那也可以打開這個設定 它的底色顏色 比如說設個紫色 這是其他底線也可以設定 我按到刪除線去了 旁邊的刪除線 在字的中間按一下刪除線 取消刪除線 那你會發現這一個 這個是文字的效果 目前它說此命令 目前停用有沒有 那是因為 上方有個相容模式 你看它是用相容模式打開的 意思就是 它是由舊的版本去設定的 就這一篇文章 我是原本是用2003打的 只是把它改成新的格式 所以這邊出現相容模式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相容模式給轉換一下 它這有說有沒有 請按一下檔案 所以你標籤裡面 然後按一下轉換 然後把這個格式轉成新的格式 從這邊 檔案 然後這裡有個轉換 這裡有沒有 相容模式 部分新功能已停用 就避免使用舊版本 這office有問題 所以你按一下轉換 它這個相容模式就不見了 不見之後這個效果就可以設定了 就可以設陰影 設這個 比如說像這種倒影的 這倒影的 它的文字效果比較多 可以加陰影 可以做反射 可以做光暈 在外面會有這種光暈 光暈的部分 這個是有關於效果 那旁邊這個醒目提示 就很像那個螢光筆顏色 螢光筆顏色 螢光筆顏色 那這個是橡皮擦 把格式給清掉 我剛剛套用好多格式 那我按一下這個橡皮擦 它就恢復成原本的字 文字而已 好 我再把字放大一點 好 那這個是字型顏色 好 色藍色 出體字 好 那這個是加上底色 目前它沒有底色 那這個是網底 網底它只有灰色 它不能改黃色 或是綠色 紅色 那旁邊那個醒目顏色的話 它顏色比較多 好 比如說色黃色 那要把黃色取消的話 就是選取之後 裡面有個五 五色彩 好 那因為現在套用網底 所以是灰色的 好 再框起來 好 這個是框線 字元框線 當你選取文字四個 然後點選這個框線 它會在這四個外面加個框 好 外面加個框 不要的話也是一樣 按一下取消 好 那我加上這個注音標示 選取四個文字 然後點選這個注音標示 大部分是設定這個注音符號在這個 右側啦 好 右側 所以這不改 當然可以改其他的 左側 右側 大部分都是右側 好 然後這個大小呢 它會根據這個字的大小去設定 好 所以不需要改 然後按下確定 它在字的旁邊會增加這個注音 好 注音 好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怪怪的對不對 因為字型跑掉了 你看這邊字型 跑成英文的 那我再把它改一下 微軟正黑體或是標凱體 好 那這樣注音就會出來有沒有 就不會覺得怪怪的 好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字型的 這個功能區的怪 這一塊 字型功能區 好 這幾個功能